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出偽章 在都市裡頭 大家對都市裡頭的房子也都不滿意 也都在蓋偽章 建築人到台灣第一個最感興趣的就是台灣的偽章 就是偽章是非常特殊的一個現象 充滿了生命力 它的發展也是一個自發的老百姓自己出現的 只不過它不在我們主流的那個心中中而已 所以這點它的自信一定會有 因為你看到那樣的那麼多的存在 其實它在哪 因為都市人口大概全世界大概30% 城市以外的當然除了所謂的先進的國家以外 也都沒有管理 沒有任何的管理 建築管理 那都市裡頭 大家對都市裡頭的房子也都不滿意 也都在蓋偽章 他們標榜的一個違建的話 會跟你們公司的這個 會產生一個衝突嗎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衝突 是因為這本來就是一種 是一種環境的觀察 然後是一種學術的一種營救 那我們身處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反而是建設公司更應該 或像我們以建設公司為背景的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更應該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瞭解到環境的現狀 以及未來可以改善的各種可能性 所以這種是一種非常必要的 那由建設公司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它更能夠對於未來如何來運用 或如何來改善這樣的一個狀況 它有可以有直接的這樣的一個貢獻在 講白一點其實放眼望過去啊 台北市的地方 老舊社區它屋頂上都是有一些違建 那在做都市更新的時候 那未建的地方是屬於私人的部分 那在私人的部分 很多人都不願意提供這一塊地方 然後去讓你做這一塊展覽 那好家在有這個環境可以做這個架構來用 算是一個實驗吧 蠻有趣的實驗 也是第一次參與這種活動 大陸的違章好像並不是太多 即使有一些違章也會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就有職權部門來讓你拆掉 然後可能有些人覺得這樣的城市面貌是比較整齊 比較有秩序 但是實際上它可能帶來的是單一 甚至我們就好像沒看到活生生的人 那台灣在這方面 從違章的角度看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 其實一隻都覺得想要用這種很平凡的東西把它做得很實用 很美麗 就是一切這樣 其實一隻心裡有一個聲音要把平凡的東西 要講話 我覺得台灣的狀況不只是建築 就是我們其實是很認真的在裡頭打轉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它其實是在打轉 可是它很認真 那相對於中國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比較有魄力的狀態 那這個其實不能夠單從電阻師的處境去看 其實是整個環境的氛圍 那我認為它也跟台灣在大概三四十年的狀況下 要趕上歐美的兩三百年甚至五六百年那種民族的經驗 有這種急速的想要去達到這種狀況 也就是說台灣其實正在學習共識 那回到建築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得到它的各種不良情 那可是我自己是比較沒那麼樂觀 然後我們認為其實台灣都沒有呈現出自己的秘訊 其實這樣我們會歌 不出現在以後 一無一到財丸 不出現在身後 已經不行了 自由了 爬著它之前 長出現在我心中 當我十年iced的時候 爬著它之前 爬著它之前 當我十年奈的時候 到底是什麽 那台灣的狀態就是 他比較沒有不敢自信的說出 到底我們是什麽 那相對中國大陸他非常有自信 可是他的相對的問題就是 這個東西比較太快 所以那個快速會讓你感受不到他 在生活上面的累積 那這個其實剛剛也跟王叔老師也有聊 這個其實是大陸碰到的問題 那台灣又是太生活了 所以這東西藝術的成績 他其實沒辦法完全是生活的 他其實必須有一點點跳脫開來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 答案是怎麽我不曉得 但是我一直相信就是說 這個歷史的發展總是有想學有影學 我們走的是影學怎麼這樣說 但它影學不意味著不存在 實際上你走出城市 你遍地都是影學的活動 只不過它不在我們主流的那個心中心中而已 是吧 所以這點上你自信一定會有 因為你看到有那樣的那麼多的存在 其實它在那裡 那麼我們只是按照這樣一個路式去做 具體的實際上我覺得就是一個 我稱之為叫做以智勝之的過程 以智慧前方來戰勝體制的過程 戰勝一切規章制度的過程 戰爭一切習慣的陋習的過程 戰爭一切習慣的陋習的過程 從這部分開始發展 那其中一個原因是 在思考亞洲的當代城市 就是現在的城市到底定位是什麼 整個二世紀亞洲城市 其實是一直在模仿西方城市 那模仿到大概80、90年代 日本有一些建議是像 如元一姓、總美友情 他們開始思考說 東京它是不是本來就是會跟紐約不一樣 這種反省才出現 我覺得台灣現在也差不多到這個階段了 就開始要自己看這個城市 然後看這個城市的主要的原因就是 不要把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就認為是不好的 趕快隱藏 沒有關係 我帶朋友來繞一下就好 對是跟朋友一樣 有時候啊 像我們有時候下班 吃個飯啊 唱唱歌啊 喝酒啊 就這樣 而且建律師的烤肉的功夫一流了 吃過他烤肉的人 一定贊不絕口 那他就是 因為遊走整個中國大陸還有台灣 那可以學習其他不同族權的烤肉方式嗎 先進基本上是一個 我們可以說他 他像是一個無敵鐵金剛 他覺得他一個人可以把全世界的事情都做掉 他不相信說有這樣的事情他做不到 而且他不相信 摩登我覺得他不相信他需要任何人 他其實一個人就可以把這世界搞定 有時候當然需要點幫忙 不過本質上他覺得他一個人可以搞定這個世界 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 就是建築師基本的這種專業的職業制度 導致了他直載一個非常狹隘的方面的工作 他對自己的專業制度的做法缺乏批判性 謝老師的作為一種點心 那是他實際上帶有一種另一種選擇 他走到了我們所謂的專業建築制度之半 其實他在台灣其實是普通人比較難想像的 那其實你進到比如大陸這個環境或是印度 或比如我們現在發現正在海地 其實那個狀況其實就會比較貼近 就比較了解謝老師這個交信 為什麼有競爭力或是為什麼被需要的原因在哪裡 就那個百分之七十應該不是說假的啦 應該是真的 就是他的那個整個條件跟環境 其實跟台灣其實是很不一樣的系統 謝英俊長期用在災區蓋的那些方式 他不僅是說對災區做出直接的貢獻 在工法上也都把一些平門的材料 慢慢的去藉由實踐的過程 那他就會知道有一些特別的join 細部 接頭 那這些東西就變成很有力道的一種處理方法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一直想要把平凡的東西 把它變成是一個大家能夠欣賞的 甚至於可以認同的 所以雖然他很有可能是一般認為是非主流 但是事實上這種精神這種巧思 其實他花的energy跟他的態度其實是很崇高的 應該是他們都會組得到在地的線索 那兩位我認識不見得夠深 不過我覺得他們都從材料上有很好的一個認識 而且這個材料的理解是從很傳統很 就是蓋房子本來也是都沒有那麼複雜 反正是整個建築訓練的體系把它搞得複雜 所以他們兩個都有似乎回到最原始的構築的狀況 去重新組織 那我覺得這個是 特別是東方應該要重新去嘗試的 因為將近有一百多年這個狀況其實是 忘了自己是怎麼改方的 王蘇健都給我的感覺是他跟你在講話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一直在想事情 一直在思考 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說是進入到工作室 平時在工作室學習的時候 對王老師最大的印象就是 王老師平時每天在做那麼多事情的時候 還有空再練習 就可能比如說我們十點鐘到工作室 然後發現王老師九點鐘的時候已經在那邊寫字了 那王蘇是 王蘇基本上我覺得他是在 他在介入這個世界跟脫離這個世界之間 他是在 他是維持了一個適當的距離 他當然要入世來操作一些事情 不過他對這個世界保持一定的 我覺得警覺 他不太相信這個世界是可信任的 所以他維持一個 一個 某個程度適當的距離 對我們學生來說 王老師的魅力可能 一方面他建立做得非常好 但是對我們來說 他更值得尊敬是他身上有一種能人的氣質 這種能人的氣質也不是他憑空 憑空從哪裡出來 而是他真的接續了一種 中國大陸在過去那一百年中斷掉的保險東西 然後我再看到他用的磚頭 就是南宋磚頭的樣子 可能是複製的 因為我去看了杭州有一條街 那個時候我沒知道 就是他去挖掘的 就差不多六尺底下吧 還是十尺 那個南宋磚頭就差不多跟我這個手指頭一樣厚 我們現在都是這樣子的 可是這個南宋的就是黑的扁扁的 他就利用這個樣子來這麼疊起來做了他的牆的面 我想這個人好愛他的古的這些傳統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有經驗 就是說這麼頻繁的材料 比如說木頭跟硬架 這種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零食性建材 要到一個成熟的階段 其實就我剛剛提到的 都有一些經驗 他們都很了解一些細節 比如說像謝英俊的那個硬架 其實他有發展一個像PVC的接頭 那個接頭是有別於一般硬架 你看不到那個接頭 那王宿的這個防禦員 他其實用木頭去打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用筷子摺那個槍 然後用橡皮筋打別人那種技法 那關鍵來看呢 他上面有一個金屬做的鉤網 其實那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配件 那個配件一發展出來 其實那個案子才成立 所以換句話說 在很頻繁的事物的背後 其實都有一些巧思跟創意跟他的經驗 那個東西變得很重要 然後讓一些頻繁的事物真的成立 這是我看到的 所以都是那些細節小東西 撐起的一個樣貌 讓大家去閱讀 去欣賞 我們居住在這個環境裡頭 始終都覺得 這個東西的存在 後向的存在 但是 又很難 很難 很難 很難拿出來給人家看 但又很真實 你幾乎每天都要 去 去面對他 那又非常真實 那 又感覺他無限想像空間 我其他地方不能做的 我就在這邊做一下 大一點違章啊 或我晾衣服啊 或什麼東西 衣服晾來也不可能啊 正面啊 又有一些都市的規範啊 美觀的問題各方面 講來講最後就跑到這邊來 所以他是一個對都市生活來講 是一個很複雜 好像盲腸一樣 又沒有辦法把它丟掉的東西 那 其實我在做這個的時候 也是這樣想法 就是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上來再看一下 這個空間到底怎麼回事 第一個就是觀 體驗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另外就是說 呃 實現一個 呃 奇怪的夢境 像比如說 在這邊是不是可以 呃 有一個很漂亮的客廳 或是小花園 或是 不真實的一種想像的 空間 大概是 呃 這個可以 觸發我們對這個空間的 呃 不同的想像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現在 其實我 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一個很神秘 但是 你無法描述 但是又很真實的 的一個空間 一個東西 王樹的這個作品叫 一方一元 他基本上 他其實是用來 對台北的違章致意 那一方一元的意思是 這個 他的整個設計 他是用木構造 然後這個木構造 都是標準感件 可以組合 可以拆的 那他的 這跟他過去的 他的建築理念是一致的 就他以前的理念 就是跟 跟中國傳統 蓋房的叫做 迴圈建造 就是一個材料 可以不斷的循環再利用 他用同樣的觀念 設計了這一套東西 這是一個標準感件 然後是組裝的 很容易拆很容易裝 所以他可以在這個時候 在這屋頂變成一個違建的形式出現 可是這展覽結束 他就拆掉 他可以轉到別的地方 再重新出 所以這個完全是一個活的系統 它結構也是軟性的 它不是一個剛性的系統 所以這個是 那叫一方一元 就是它可以變成方 它可以變圓 這意思是說 有點像 它是充滿了彈性的 它不是僵硬的 它可以去符合環境 基地 跟使用者的需求 來做改變 這是會經歷的 它是不是一輩子會記得 對啊 在帽子上 燈要廣告 先去的作品 很少看見冒犯感的 終於有一些 太現實 太真實 馬上用油漆 把這個桌子刷白 我覺得其實家具也應該做 要刷白 這個家具不錯 幸福的 不要嚇死 別找他 那個偽章是 如果 簡單這麼講 連總統府都在違章 是吧 人的這個 對居住的需求 不可能是我們現在 看到的建築物能夠滿足的 總統府為什麼在違章 它慶典的時候 它在外面要搭棚子 搭那些臨時建築 那就是違章建築 也就是 當初這個總統府設計的時候 就沒有考慮到這個功能 是吧 連總統府都在待偽章的時候 看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生活行為多複雜 多豐富 怎麼會是那麼簡單的一個框架 能夠約束的呢 所以這個 這個偽章 不管是在形式上 或在人的心裡頭 是永遠存在 我覺得這就是建築學的魅力 因為建築學每一次你想它的時候 其實是從一個很小的圖紙開始的 完了我們做一個小一點的模型 我們在為了試驗的建造 我們在杭州做了一比四的 但即使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你都在做這種體系和原則的推演 其實它實際被建造起來的那個現場性的東西 你還是一個想像 所以每一次我都會被我的作品在現場性震撼到 我都會問說這是我想出來的嗎 這是從我的腦子裡出來的東西嗎 這次也是一樣 我一下汽車就看到了 在這種看上去這種雜亂混雜的環境裡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一個理性的一個結構 它就像是一個理性的一個燈塔 或者說是代表這種弱勢群體的建造行為的一個燈塔 站在台北的屋頂上 我是被震撼到 這個偽當是 所有人不管是明里暗裡頭的企圖 但是要真能夠實踐的話 那是怎麼回事呢 大概就是我們這次 作品裡頭的一個最大的功夫 實現出來 短暫的出現 一個想像的夢境 大概是這個用意 對觀眾來說 我覺得 可能這樣的一個作品 這樣一個方式 會大家會認識到 原來我們看似隨便的生活裡頭 不在意的那些 所謂的圍章和搭建 其實是建築學裡最人性的東西 然後之後被以這樣一個方式揭示出來 大家會反過來意識到 我們原來做的事情有多麼的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夠普武台北的圍章的搭建 向更有意思的方向發展 我們這個展覽就達到目的 故意的時候 在台下趁台上子跳的時候 而有些人從來不跳 他們只看 像在運動轉播前 激動萬分的觀眾 他們從不打球 也從不跳舞 只有當別人旋轉 他們才不感到淋圈 有些人只用腳尖跳舞 而有些人用屁股 他們的肩頭上烤肉 用腳趾開瓶 用舌頭發售傳針 用肋骨在失業的時候寫履歷表 他們的膝蓋唱歌 用腋下呼吸 用乳房或手臂墜肉 發出求救信號 抓火起雨 在春之季的時候跳房子 只有腎臟發出膠胃 有人只在床上做愛 而有些人並不 他們的沙發 餐桌 浴缸裡 床底下 教室 機倉 冰箱 音箱 如果你想要怎樣 你還要怎樣 謝謝 煮熟 這個角貼那一側 那它的話是因為方形這樣方形 所以你看它是因為這方形方形 就這樣 你看這如果要看的話這個還要看 比例不太多 OK我來修正一下 這個單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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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